今天特別穿的婚紗是不是有什麼象徵的意義 幫我們講一下 就是嫁過來新東家這樣子 你有特別挑選嗎 喔有 我有特別去挑選 這是什麼樣的 喔這是手工 是真的就是人家的設計是手工製作的 對 所以照理來講說是不會有其他藝人或是有網紅在場合有出席過 是不會有 因為我其實對不管是服裝還是哪一方面都是蠻要求的 家人網紅借了好多年了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如何就是變成百萬網紅的 paypal 是什麼 我覺得爭錢很重要 爭錢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還有毅力吧 因為很多人真的沒有辦法一天花十二三小時在instagram上面 那剛開始第一個帳號的時候 我是真的花了就是每天 十二三小時光回覆留言 只是真的是花了蠻多的時間 對 所以就會有 欸可能大家會覺得喔他真的會回我這個感覺 之前好像曾經有掉粉 那段時間那個IG被關閉那段時間是不是很衝擊 然後怎麼讓自己又重新回到這個網路 我覺得就是他 他是整個是被惡意檢舉 所以他是整個497萬這個帳號就不見了 那我覺得當然不能否認一定是會難過或是失落 那個感覺就像是自己創造的一個公司還是什麼 就瞬間被燒了 可是因為它發生了就發生了 我也不能去說什麼 可是我覺得人都要往前看 那我都能做到這個地步了 我相信不管我重來幾次 喜歡你的人一直都會在 所以不用去想太多 你副掉重新調整 會回來的還是會回來 其實想要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好像現在網紅不能靠飯打肚鬥 是不是應該要打個群體戰 就你的了解是不是 因為其實網紅他們 其實大家都覺得好像看起來光鮮亮麗 但其實他們的工作內容其實是非常複雜 而且是很綜合性的 那我們新創點的廣告公司 其實就是在幫助網紅去做一個很堅強的後盾 可以讓他們無後顧之憂的去專心 在他們自己專才上面的東西 是不是要打造個人品牌很重要 對對對 那如果就以它來講的話 你們今天怎麼樣幫它設計 因為維安它自己的就是個人的一個風格 跟特色其實已經蠻鮮明的 所以在它今天很有幸在這樣的場合 可以在大家面前一起見證 跟我們公司簽約 其實我們就在之前 就已經幫它規劃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路 但它其實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們都會一起討論 然後去找出一個最適合的方向 這樣子 對 好 那江哥最後再幫我們聊一下說 現在當網紅是不是也要像藝人一樣有全方位 現在很有趣 現在是藝人想當網紅 網紅想當藝人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是同一個方向的 就是服務 服務觀眾對不對 服務網友跟服務觀眾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大家都要有一種娛樂精神 不管是把自己的才華 或是各方面的一些一些心得做分享 那這塊我反而是在摸索 反而是要來跟維安請教的 他太厲害了 我之前滑了一下他的IG 或是他過去的一些表現 他很自然 然後也很懂得怎麼樣的包裝自己 對粉絲也很好 我覺得這就是他的人氣來源 這個我要檢討啦 我是很懶得花時間去回留言的 我覺得回留言是真的蠻 很重要對不對 我覺得很重要 真的其實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經營的第一個步驟 蠻多前輩藝人們 就是不管在攝影棚或電視台後面 我真的都是第一個回答 留言真的很重要 好 知道了知道了 我已經說我比你遜了嘛 你還要再補我一刀 對 我真的是這方面 因為老實講 我們活在那個舊時代的 離觀眾很遠 你知道我們那個時候 哇 你要看一個名人 你可能要去電視台門口等他寄信 他也不一定能回 他現在是新時代 是網路的時代 然後加上這個廣告公司 新創點也非常用心 去把網紅跟觀眾距離拉得很近 那當然自己做網紅或做名人 也要付出一點時間去經營他 這個是我們那個時候不會預料到的 那新時代的 就是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成功 就是沒有捷徑 而且你自己就可以決定 怎麼成功 就是花時間嘛 哈哈哈哈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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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各位朋友 今天來見證新創點廣告 和謝維安的婚禮 維安成為一個非常受到歡迎的網紅呢 是經過很多時間的付出跟努力跟經營 現在呢要加入新東家 今天特別去試了一件手工婚紗 他剛剛也提到這個婚紗呢很美喔 美到是不會撞山的 因為它是手工婚制的 所以呢 絕對不會跟別的達明星 或者是網紅穿的一樣 這也上昇他對今天的這個喜宴呢 是相當重視 幾天前就特別去試了 還有哪邊需要他的視線 維安你要不要換個pose 對 換個姿勢齁 讓大家多幾張不同的照片 好 展示一下 好 維安也是非常有想法的一位網紅 而且多才多藝 有各種不同的興趣 當然呢 大家也知道 他是非常非常棒的奶媽 對自己的孩子照顧啊 對網友的粉絲的照顧啊 都非常的熱情而且專業 也上了很多的節目 稍後我們也會有一個簡單的簽約儀式 也恭喜他 好 在發展自己演藝事業 或是表演事業 或是網紅事業的舞台上 多了全新的夥伴 就是新創點廣告 好 大家可以嗎 在那邊 好 謝謝 在一張左邊 左邊 好 謝謝 好 我們讓維安先收拾一下 來來來來 請引導一下 也幫我們準備另外一支麥克風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透過一個影片 來認識一下謝維安 無非是現在是新的時代 透過大家的努力經營 自己都可以決定自己要走哪一條路 那尤其是這一位 可以說是大家的典範 再次的歡迎維安走上舞台 來來來 今天要嫁到新創點廣告 恭喜你 歡迎網紅謝維安 事實上也是全方面的了 你看剛剛她那個影片 那個育兒肺品 我真的很需要看一下 以免亂買東西 我現在覺得就是 當新手服務進去的文化 非常多的文化 我今天就是要多跟妳私底下請教這回 對 就有些東西不要亂買 好 來 請先跟大家問候一下 很多媒體朋友來看妳 大家好 我是謝維安 好久不見了 今天站到這裡什麼感覺 因為這是一個不太一樣的所謂的簽約 然後把它搞成像加入 新的東家的一個活動 記者會心情怎麼樣 其實是滿緊張的 因為我還沒有出席過 就是像這樣子一次 因為我一集來都是 自己單打獨鬥局 對 這就是我最好奇的 就是說其實很多網紅自己都可以搞定 像妳一路走到今天 對 那為什麼會想加入新創點廣告這個大家庭 因為我想要再更突破自己 那很多時候真的不是靠自己一個人 自己終究還是只能直到一個結晶 一個一個路嘛 那為什麼會加入新創點 是因為我相信就是大家用各自的專業去發揮到一加一大 甚至是超越方程式的這個東西 發揮到極致 我才能就是更突破自己 是 對 因為每個人發展都會有自己的框架 自己的邏輯 對不對 就像妳講的方程式 可是經過團隊啊 尤其這個新創點 現在從高雄一路殺到台北台中 全台灣都有據點 一定可以給妳很多的團隊的力量 對 恭喜妳啊 維安 我叫維安很怪 好像總統要來了 才會有維安 維安 維安同學 那我也好奇問妳了 轉眼我們就要簽約了 妳就要繼續努力要打拼了 那妳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妳現在公開講出來 給老闆一點壓力 妳講出來他就要努力幫妳做到 OK 妳的方向是什麼 老闆我想跟傑森史塔森拍 欸 下一位 妳這太難了 傑森史塔森 我也想要去訪問到他 OK 為什麼特別是 黃明志已經不錯了 妳還不滿足 就是 他是我以好萊塢明星來講說 最敬佩的一位 真的啊 OK 是因為看了那個 玩命系列還是 不是不是 是因為他的人 Hink 真的啊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妳很了解他 也不算說是了解 可是透過新聞媒體這樣子 那妳也信喔 我相信啊 OK 好 媒體上面的傑森史塔森的故事 有點感動到妳就對了 對 OK 所以想要訪問他 或是跟他一起合作 對 加油 加油 這個夢想有點太偉大了 我覺得有點困了 我先加油 有夢最美 有道理 其實現在的世界舞台也很難講 對不對 搞不好等一下我們新聞就take他 搞不好他莫名其妙就聽到看到 就來了 好 就問妳喔 那這個願望要怎麼實現呢 我們就要請老闆來說兩句 看Jack能不能完成他的夢想 新少年廣告的Jack真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創業家 來 指引長請出動 歡迎Jack 來請上台 好 我們先請Jack跟大家問候一下 我兒子不小心在佛工前擁到腳 就更行動不便 對 慢慢來 你好 Jack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首先我想了解一下 新少年我去年才認識你們 然後呢 後面其實是廣告公司 可是我們才發現 你們跟傳統的廣告公司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有提供到現在新媒體 其實是現在整個社會上的一個新的趨勢 那可是其實傳統媒體還是蠻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其實我們想要做的就是把傳統媒體跟新媒體做一個融合 然後提供一些優秀的創作者可以比較放心的一個創作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也會提供給一些像YouTuber或是一些網紅比較好的福利 讓他們可以專心在創作上面 不用就是邊做然後邊擔心說收入的問題或怎麼樣的問題 對 這跟傳統的媒體或傳統的廣告公司的邏輯已經不一樣了 現在是大家要合作嘛 就像這裡有沒有看到比如說金鐘獎都在講網台合一 就是網路跟電視台大家要合體 就像您在做的事情一樣 把網紅把廣告把媒體結合在一塊 讓他們沒有後腹之憂辛苦了 但是怎麼人越簽越多 我記得去年那個時候那個尾牙大概才兩三位嘛 對不對香菱嘛對不對 怎麼現在越來越多還有小竹還有很多 你幫我們介紹一下包括今天的韋安 我們現在新創展總共有十位的全基地網紅 那韋安剛好是第十位這樣 哇四前十位 對那我們有包含香菱啊 然後有電競為主的Yumi 然後還有小竹 然後還有我們還有像人羽的網紅 對明明 然後我們還有醫師的網紅 就是劉醫師劉璋環醫師 最新的那個一個就是割手立心 還有體操型的網紅鋼鐵愛 對 好厲害他竟然都背得出來啊 我剛剛其實很擔心執行長 好吧你簽那麼多你看能不能背出來 好恭喜你也都背出來了 但是為什麼要跟偉安合作 因為剛剛我們問了他 他想更上一層樓 那對於新創點廣告簽偉安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也一樣想要公司更上一層樓 所以我們希望像偉安這麼優秀的網紅 可以加入我們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 就是去讓這個環境更好 因為我覺得台灣其實有很多很好人才 可是可能在這過程中可能因為一些比如說 可能自己可能要自己打拼啊 或是一些其他因素 然後沒有辦法專心創作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 沒錯沒錯 再厲害的一個創作者呢 都應該有一個家 這個家可以給你溫暖 可以保護 可以給你槍打 後盾 對說得真好 那至於新創點自己未來的計畫是什麼 要跟我們順便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還是一樣 就是像我剛剛希望的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結合傳統媒體 跟新媒體的力量 然後協助我們所有客戶 可以達到最大的曝光效果 還有提高他們的企業形象 這是我們一直想要做的部分 好那進入新東家之後 他以後還可以在超級市場 這樣講一些五四三的嚇人嗎 那個影片 我如果在旁邊 我一定 我觀看已經 你很敢講的 你好你好 水屁 就是我其實 本來還想要講更誇張 還有更猛的 對 那現在 有被剪接掉 有剪接掉了 對 那老闆真的OK嗎 這個程度OK啦 如果 劇情需要 就繼續點下去 好 不過這也是韋安的特色 他長得很漂亮 也是一個好媽媽 但是他也很敢衝 然後滿足所有網友的需求 一定要 那他的需求是傑森石塔森 老闆你有聽到嗎 我有聽到 回應一下 回應一下 看著他 其實老闆周杰倫也可以 就是 我們亞洲跟 聽到他的部分 各種不同的 區域都收集起來 老闆都不回 你看完蛋了 各種區域的天 你知道人生很多事情 很不敬人意 好 直接拖人水 人生很現實的 很艱難 都是不敬人意 我們盡力做到 盡力了 OK好 謝謝老闆 我們不要為難他 反正大家都有一致的目標 然後你也有很多的好姐妹 要來給你加油打氣 不過我們先來進行一個簽約的儀式 好嗎 來兩位 請在大一幕前 來幫我們拿一下麥克風 好 假裝小心喔 小心你的裙子 好 來先看鏡頭 這個手在那裡畫簽名 但是臉是看著鏡頭的 OK 好的各位朋友 我們在此宣布百萬網紅 和新創點要共結連禮 321我們就進行簽字的動作 321請簽字 新創執行 以微微安為民 大家一起共創演藝新囉 新創執行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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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在這裡有沒有看到的是 這一場非常漂亮 這個就是 美國麗的家 這個家就是 好現在我們要邀請 一位網紅 一起加拿住還有圖長 首先是 好 現在我們要邀請 接下來我們歡迎四位 劉比香檳小竹花兒 歡迎今天歡迎回來加入 新創業的大獎集 好 大家一起看一下 今天 我們還是帶你出來 我們還是看 一下吧 一段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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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落後 對 在這裡 那段落後 再打破 好 要不要來個什麼 開心之類的 各位 幫忙 好 謝謝 好 請 不要 不用 要啦 今天只想穿得像歐巴 很像韓系的 好 請看錢包 謝謝 開心 幫我們為安站台一下 謝謝大家 好 今天穿得很美 有那種大亨小賺的感覺 好 接下來不要讓Grace 講一下手上的禮物是什麼 麥克風幫我們 來 麥克風 好 不知道她手上拿的那一盒大的禮物 麥克風幫你運掌 請 因為今天就是一個很好的日子 今天是 除了是我們新創店廣告公司跟偉安一起 就是簽約的一個儀式 也是我們的偉牙 所以其實今天是一個好日子 那我覺得因為儀式都是要有一個儀式感的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準備了一個很特別的東西要送給偉牙 那我覺得讓偉牙自己打開 好 來 請偉牙自己打開 來 整個團隊要送的禮物是什麼呢 好 哇 閃瞎的感覺 嚇一跳 這是一個大鑽石 其實這個鑽石就象徵著就是 維安加入我們新創店公司 其實我覺得她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三十八六的一顆心 所以我們希望她加入之後會是 好上加好的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準備了一個像這樣的大鑽石 可以要祝福她這樣子 好 謝謝超美大鑽石 來幫我們收一下盒子跟麥克風 好 那再來拍一張好了 謝謝 謝謝 哇 剛剛都白拍了 謝謝 超美大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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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面是很震荡 主要是随便回家了 好 那再来一个赞 好了来我们给新创业看个赛 谢谢新创业 这个大家庭照顾现在台湾是十大网站的人 当然就像他讲的 最近网络我们这时候 现在开始 他已经可以电话十到十二个小时 或是在更期 或者是在回处里面 然后直接打造了当心思的百多万五百万的 最近我们还已经想到 好 漂亮 漂亮 可以吗 谢谢 好 刚刚我们有讲到你 我想确确一下 听说你还会刺绣那么传统的 对 为什么会学刺绣 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了 想起没了 然后刚好就是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古装剧 ok 所以我也很向往有一天可以演出古装剧 真的 另外一个愿望出现了 ok 对 而且我是真的自己在家是有各种朝代的衣服 真的啊 没错 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我有自己做也有自己买 也有帮儿子做 你爱到喜欢到可以去cosplay了这样子 对 就是我也可以就是圈内的朋友看 或者是cosplay界的朋友看 然后 是我连就是宋朝唐朝都可以分得出来他们的差别 你不是只是追剧而已 你是去研究他们的服装历史啊 对 我是已经痴迷到这样 后来就想说 魏英洛他那时候演这个 魏英洛 对 我也觉得我应该也可以当个秀娘吧 ok 了解 然后想说来学一下刺秀 学一点跟别人比较不会壮的才艺 原来是这样 对 因为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跳舞 我跳舞像在復健这样 然后我唱歌我觉得玻璃会破 ok 所以我想说我学一点特别的人 是 所以就学刺秀 好聪明 就是一个差异化的概念 对不对 我不要跟人家在比唱歌 对对对 我也不要再去比跳舞 对对对 我不要 但是比刺秀 这是第一次 那不只是第一次网红 还是刺秀第一次 对 真聪明 真厉害 难怪你那么受欢迎 我还有送给就是 蛮长期来45的粉丝 都有送出去 他们有想要吗 有 有 他们还真糗要吗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真的 可是第一个刺的特别丑 哎呦 那个是最珍贵的嘛 可是 你刚开始的时候 我都有一点不好意思 好啦 不过这就是一个很棒的 一个自我训练 就是疫情时间也没有闲着 对不对 自己衣服自己绣 对 就是充实自己 充实自己 没错 他们也要我再送一个礼物给你 因为你是最强奶妈 需要一个金奶瓶 解释公司对你的希望 希望这个大奶瓶里面呢 我也来装的不是奶 而是现钞 刚刚那个钻石已经够大 我觉得这个更夸张 OK 羊奶金奶粉很贵 我知道你辛苦了 真的 我也很害怕 真的很贵 我儿子五岁还在喝奶奶 真的假的 真的 还没有断 他每天都说 我没有奶奶 我睡不着 好啦 那你用你面的钱 去买奶粉吧 辛苦你了 谢谢老板 谢谢教育 祝福你救命 那你待会再请教育 祝福你救命 好 好 希望他未来带着这个金奶瓶 继续发挥最强奶妈的实力跟魅力 然后打造更多好玩的影片啊 或者是更多的才艺啦 做更多的直播 然后跟大家互动交流 为自己结尾公司 赚很多的奶粉钱 好 这样告诉你 看奶粉钱就辛苦了 谢谢 好 大家 好 以上就是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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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伙伴都 扮认很荣重啊 让我们出来 让我们自己的明星期 越来越大 就如说刚刚 请典二次 到了未来我 我们会服务的事情 做 做完自己的新多棒啊 或者是 做业配啊 进去代言啊 代货啊 包括很多的事业 可以赚赚很多很多的收入 这也是王宫的魅力 因为王宫的本市的民族度 就是非常高的 所以由他的出发呢 自然这个人气啊 都会发挂到 或者大多多的产场支持 好 接下来我们要再次欢迎